大家好 今天我跟各位介紹 如何用這個揽繩做這個寬的 這個揽繩的這個三頭肌的滑爐下壓動作 因為各位曉得如果你用揽繩做的話 我們正常都是用這種傳統的這種 就是兩個手大概靠在一起 然後稍微壓下去有分開一點 跟我們平常的時候 做這個滑爐下壓的時候都差不多這樣 但是我們的人齁 我們的寬度應該是跟肩膀一樣 所以我們正常的情形手應該這樣 但是我們沒有這種機器 我們沒有這種染神可以這樣做 除非說你今天是用這個 用這個bar 除非說你今天是用這個bar做 才有辦法用這個寬的 但是你用這個bar在做的時候 你的手是這樣子 不是neutral 不是很自然的握法 是這樣子的bar是這樣握 是正握這樣握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用rope 用懶繩 寬的懶繩的滑爐下壓的話 我們就要想辦法 那怎麼想辦法 就是我們把原來這個 這個rope加上一個掛勾 加上一個掛勾 把它掛在上面 這樣掛在上面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 各位看到 寬握的 揽繩滑爐下壓 就差不多 差不多你身體比你肩膀稍微寬一點的寬度 這樣做的感受 跟你做窄握 窄握的山頭的感覺是不太一樣 如果寬握的話 這個 山頭的裡面 這個唐頭這裡面這一塊 會練到多一點 所以用這個 寬的這個懶繩做下壓 裡面這個會練到多一點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 就好像我們當學生 學生在學校學了在外面都沒遇到 在外面遇到的狀況 學校都沒有教 所以就好像我們練健身一樣 正照教練 他不會教你這個動作 但是這個東西我們要變化 怎麼樣變化就是 靠我們練健身 這麼久的一個經驗 一個變化 所以各位有看到 我再做一次給大家看看 好 看到裡面這一塊 加強裡面這一塊 好 謝謝